欢迎来到学用数学 数学有用 在这一节我们想要做的就是在图上呢 标示一个线段 线段上呢 还有一个分割点 那我们随着呢 这个点的拓拉 它这边会帮我们算出这个线段的比例 例如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RFG 它算的是F除掉G 这里是1.66 随着点即时的拓拉 这些计算值呢 就会即时的更新 当我们适当的拓拉呢 这比例就会即时更新 那当我们把1点呢 放在平台的下方 我们稍微拉近 这时候呢 比较好微调 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调出这个1.618的比 那这个就是它的黄金分割点 这时候呢 我们就会有 全部比上面等于1.618 上面比下面又1.618 那现在呢 就让我们利用这个练习档 来实做一下 首先点一下这上方 这边点线段 果粮点 点一下铁塔的顶端 再点一下呢 这个底部 点完线段 我们这边呢 就会出现一个这个线段 而且它把它取一个名字 叫做F 那这里我们可以再切成移动的 再选这个线段 接着呢 我们这边可以改一下线段的这个颜色 好 例如改成呢 这个红色 这里可以调整一下呢 线段的这个粗细 我们把它加到最初 好 那这段呢 长度就出现了 这时候试着拖拉一点 发觉呢 它只会在线上移动 那如果没有点好 我们再示范一下 再把它倒退 右上角复原 如果呢 你这边刚好点到旁边 怎么让它跑到上面呢 这边也可以点一下 这个点 这边有一个附着 点一点 再点这个线 它就会连上去了 好 但是要拉动之前 记得再按一扯移动 好 这边呢 我们再上下拉 好 这样这个一点就出现了 好 那下一步 我们要做的就是把CE跟ED连起来 点这个线段工具 好 记得呢 线段就是不会延伸的 好 选这个线段过两点 选D 选C 再选E 接着选E 再选D 好 现在又多出了两个线段 好 然后切成移动 我们来做个调整 把上面这线段改成蓝色 好 这边呢 我们用这个虚线的点 好 这样子呢 就会看到这虚线点的蓝色 在中间 接下来点一下这绿色 那这个绿色呢 现在有点暗 好 这边看的不清楚 如果你想要看更多原色 按一下呢 右下角的加 这边呢 切成绿色 好 这边再关闭 这样就比较亮了 那这里可以再稍微加出一点点 好 所以看到这边 下半段呢 就是由这个绿色构成的虚线 好 那完成这线段的操作 我们接下来就想要算比例 那算比例呢 其实你就直接把它做除法 我们拉到下方 这里呢 我们可以先打一个RFG 等于F除掉G 好 那这个除怎么按呢 其实是在键盘的右下角 有一个反斜线 好 按了反完斜线 它就变成这个分数符号 再按个G 这样就完成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RGH 等于G 再反斜线H 好 这样子呢 也完成 好 所以可以看到呢 目前这个位置是1.61跟1.639 随着呢 把这一点再稍微移动一下 好 随着我们去拉动一下 1点 好 这边呢 我们可以再观察一下 好 再把它放大 对 好 但是你现在拉的时候呢 好 这边可以把它缩小 这边缩小 好 我们这边缩小 方便我们看到这个文字的变化 好 这里呢 你现在在拉动 好 拉到这里 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1.618的 黄金分割点 好 这样子就完成这个任务的初步结构 好 不过这边的资料太多 我们最好是将文资料显示在右边 所以下一讲 我们想要做的 就是通过文字工具 将这个呢 会及时改变的数值也显示出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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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